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讲这里面资料类型 首先这个shows.name栏位 它的资料类型是文字,没有问题 公司,那文字类别就是ABC 所以你点这个ABC这里面可以去做资料类型的切换 公司名称它是文字类别,没有问题 所以它是ABC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想公司所在地代表人这都是文字 那可是有一些特殊的像续号,统编,学号 这些应该都不是文字 还有日期,它不是数字,也不是文字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去把像续号 续号它是第一笔续号,第二笔编号,第三笔编号 它其实是一个属于类别 它不应该是要拿过来做计算 所以呢,请把123改成文字 然后接下来点选取代现有 那请问统编也不是为了要计算吗 它是一个每一家公司的一个代表的号码 所以请把它改成文字 这就是各位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那接下来像资本额 资本额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 数字 然后在数字这边 我们有区分那个小数整数 那我想这边应该没有问题 它是整数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资料类型 我想这样子定义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日期了 日期,如果我现在我把它全部都改成文字 如果我说我把它改成文字 这边又看到日期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 那是不是应该把它改成日期 假设我今天我把它变成是日期 好,直接1,2,3改成日期 然后取代现有 你点一下 你看它会出现全部都是error 好,没关系 我们做错 我们要知道怎么还原这个步骤 所以请点这个以便跟类型 就是我刚刚游标刻意点到这个最下面 它会继续往下开始去做 所以把它给删掉